現場最新消息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今天陪同大安區立委補選參選人周柏雅 前往臨江街來敗票 卻發生了那麼插曲 遇到了紅山軍嗆聲 把時間交給記者林家元 参文主席和周柏雅 排到通話夜市要向民眾掃街敗票 不過卻巧遇紅山軍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尷尬的狀況 收押陳志忠 選民的犧牲立刻收押陳志忠 選民的犧牲立刻收押陳志忠 選民的犧牲 幫蔣奶昕沒有加分 我不幫蔣奶昕 我不幫蔣奶昕 我們是非要分明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這名紅山軍是嗆說 陳志忠應該要把他收押起來 一旁在被票的蔡英文主席 則顯得相當尷尬 他在嗆聲的時候 聲音大到蔡英文 還特別轉過去去看了看 不過莊瑞熊議員 就趕快出來打原場 表示說蔣奶昕這樣的作法 對他沒有任何的加分 不過有這樣尷尬的狀況 但是蔡英文主席 針對馬政府下修GDP 負2.97也是重跑風級 我們來看一下他是怎麼說的 那麼同時注入浪費國家太多的資源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內閣行政團隊必須要負責 總統也一定要負責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要總統自己要深刻的檢討 那他要提出道歉 那這個內閣要考慮改組 那這個主席 好 針對主席數下修 GDP下修為負2.97 蔡英文則是表示呢 馬總統要道歉 劉兆全要改組 以上是目前最新狀況 把鏡頭先交換給 我沒打過